大家好,大師五更教老 今早來計算市場早段高開400點 接近30500點的位置 接著就插落來 列口開高主要是因為昨晚美股的升 加上人行有降準的行動 但大家細心看細節 這個降準表面上是釋放13000億的資金 但其實是降準的原意 就是讓銀行可以還了 人行之前做的MLF中期短暫的借貸 實質上還原那9000億 真正釋放的資金只是4000億 而且都是定向降準 要明白 人行的降準 那釋放的資金在以往曾經對股市 或者樓市有很大的作用 因為銀行自己兜過鑽 就違規地把錢借給人炒股票 借給人炒樓 或者做成案一些房地產的借貸案揭 但是這次的降準和以前的定向降準一樣 那些錢是要流入實體經濟的 要借給小微企的 所以過往的作用其實不大 而且大家有印象在2015年 如果當股市在高位的時間 你做降準反而會即入單日轉向插 或者甚至乎一開就開低都試過 所以今早開股自然有不少人 會趁高去沽貨 亦都是開淡倉 那當然了 暫時來說 因為市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跌波 中國股市 A股和港股 近期表現都是疲弱 完全沒有跟美股的聲勢 所以來說反映到其實 兩地的股市 似乎的套現力力仍然都很強 這一下暫時舒緩了短暫的一個股壓 令到A股仍然守得住3000點 否則以昨天的走勢 其實隨時上升指數 3000點要穿 港股30000點要穿 當然現在這樣就亂一亂 令淡倉股倉 可能有些食糊 可能在現水平還會反覆多一陣 如果普通的投資者 你不是做淡倉的 你只是持貨 那你減了磅就不要心急買貨 因為我想市都還未定 還有中資股仍然都比較弱 如果你做淡倉的 來到這些位置 你因應自己的情況 因為基本上可以是獲利的 或者減一減榜 都可以 但是往後再看著技術位 如果再下破的時間 又再追溜 譬如3萬點關口 是否少得住 29800這些位置 如果打穿的 你就追溜多一陣 另外騰訊也是 400元的關口 似乎已經失手 達不到上去 當然了 405就成為一個很大的阻力了 騰訊已經浸浸 插著不少的蟹貨 加上有很多場外的結構性產品 譬如EON 或者Accumulator 很多都開始慢慢去觸及到要接貨 理論上壓力都會很大 所以來到現階段 其實大家都繼續保守和小心 不要輕易進去搏反彈 你不可能一旦就走 賺不多 但是你一被人鎖住 你又要打 其實勢就會變陽脚自己 所以 仍然 蛋倉可以貨底繼續flow 部分食股 繼續看 看看下星期的結算 會怎樣鋪排 現在到下星期五結算前 我估計市場 還會走多一陣下去 看看下去多深 看看消息的發展如何 不過最後一提 不要誤防特朗普的現行 我怕中美貿易戰 隨著未來的清單出來 又會回來 其實整件事是未解決 沒有緩和到的 小心這件事